悬戰倒數計時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全台大車嫂 今天前進中台灣 彰化還有台中 民眾很熱情 幫賴清德加油打氣 而對手侯友宜陣營最新競選廣告 拍MV 狂打賴清德萬里老家爭議 賴清德也痛踢喔 秀下線 民眾好激動 就算是上班時間 也要特地跑出來 幫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暫不下打氣 車嫂的第三天前進中台灣 彰化相親很給面子 手舉起來比出愛心回應 賴清德笑得很開心 馬無停蹄在趕到搖擺州的台中 由於不少區戰況激烈 賴清德期盼巴西立委全上 也呼籲大家用選票守護民主 如果讓中國介入成功 台灣的民主就當然無存 同時呢 我們未來選的就不再是總統 而只是特首而已 我們不能夠讓中國 吃水滋味 不僅要防堵中國界選的因素 還要擔心對手陣營出招 侯友宜連續推出競選廣告 一支找藍營縣市長 韓政黨輪替 另外一支則是嘻哈風MV攻擊賴清德 萬里老家 選舉本來是民主的嘉年華 就沒想到越是最後 國民黨越是秀下線 真的令人無言 台灣人民是宅心仁厚的民主 是不會接受這樣的手段的 而前一天國防部針對中國發射衛星 發布國家級警報 但中文寫衛星 英文寫飛彈 在野黨同批根本是用國家機器借選 公布這一個訊息 讓民眾不要誤解 同時如果有發現到長海的話 可以交給相關的單位 這是應該做的做法 我們也希望未來國防部 能夠持續往這個方向來加強 扯嫂衝刺選情立憑國會過半 但也激出民眾出來投票的意願 記者有消息宣傳 與小組彰化台中綜合報導